欢迎回到Chinese Zero to Hero 不管你是刚刚开始学的,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我们都可以帮助你提高汉语水平 从HSK1级一直到HSK6级 从我们的HSK6高级汉语课程里 我们选了这个视频放在YouTube上面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你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来我们的网站上完整的课程 我们来看一看第45页 看看注释一而已的用法 什么是而已呢 看一下这个图片 现在天气怎么样 下雨呢 下得很大吗 其实下得不大 只不过是下一点小雨 所以可以说雨下得不大 不过是小雨 雨下得不大 不过是小雨 或者 不过是小雨而已 不过是小雨而已 所以而已经常跟不过 只不过只是这样的词一起用 不过是小雨而已 只是小雨而已等等 所以不过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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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 只不过什么什么什么而已 或者是只是什么什么什么而已 就是merely的意思 这个而已呢 it often just goes together with words like 不过只是只不过 雨下得不大 嘴上说说而已 并不是认真的 她的工作是警察 写小说 仅仅是她的业余爱好而已 写小说 那就是写novel 对吗 仅仅是她的业余爱好而已 业余就是工作以外的 业就是工作 职业对吗 业工作 余就是剩下的意思 剩余 所以业余就是工作以外的 工作之外的 她的工作是警察 写小说仅仅是她的业余爱好而已 其实没有而已也可以 写小说仅仅是她的业余爱好 就可以 但是加上而已也可以 加上而已就可以强调这个仅仅 写小说仅仅是她的业余爱好而已 我没什么具体目标 就是随意学学而已 随意学学 就是随便学学的意思 我没什么具体目标 就是随意学学而已 或者说只是随意学学而已 所以而已跟只是 就是仅仅只不过 这样的词一起用 一起搭配 去表达这个merely的意思 好 这个视频就学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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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